Woo 你會很快 我會到你 在你的地方 我會很快樂嗎 在夢裡 一起回家 沒有我 你會比較輕鬆吧 但有我 你們會 比較快樂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我想說 大家應該還在那個 比較悲傷的情緒 但今天看到大家真的 太開心了 而且今天還有 這麼多的手卡 因為我想說上一次 我想說上一次應該是跟大家 最後一次見面的 但沒想到竟然還有一次 真的謝謝大家的熱情 就把這個 我又可以在這邊跟大家見面 真的很開心 很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純耀 謝謝純耀 我愛純耀 我也愛純耀 我也愛你們 謝謝 聽說你們有主持人 因為我們本來 要唱歌給你 聽說我幫你講 我怎麼錯愕 怎麼錯愕 那不行 因為我想說今天有些導演沒來 我覺得我一個人可能會有點乾 所以我們就 放心 放心 我們陪你 謝謝你來 謝謝 謝謝 謝謝你來 可以我們完成最後一個 離程 謝謝你 謝謝謝謝 然後我把麥克風還給 家裡的人 謝謝 那各位有沒有 電影的問題 什麼問題 等一下你們都看了幾刷了 十刷 不要問 不要問 好 你有什麼問題 我想要請問就是 因為我這樣問過有些導演就是關於這個名字設定的 含義 然後我跟他問說就是 與這個名字在日文裡面它可以念作Taka 那Taka是老鷹的意思 然後後來我又去找就是 立維的利 我發現他也可以念作Taka 然後因為Taka是老鷹的意思 那後來我發現基隆市的飼鳥是黑鷹 你覺得是不是算老鷹 所以我想請問這兩個名字是有刻意舉人這樣子的嗎 因為我本來想說立維這名字現在很菜市場 可是 你要問我的媽媽 可是就突然覺得說 可是既然優餘的名字這樣好像可以引捨到飼鳥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立維的名字又有一些涵義 所以我才會這樣想 那想要請問是否是有這樣子的涵義嗎 謝謝 首先我要先代表親愛的訪客頒獎狀給你 這個問題真的太厲害了 但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懂說 當初導演怎麼設定 之前問過導演 他是說會跟每一個演員都有 詳細的就是人設的討論 所以我想說是不是你們有討論過關於這一塊的部分 沒有欸 因為我跟導演討論的時候 比較多是在 角色他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每一場每一場 但立維這個名字我真的沒有跟導演討論過欸 但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這個意思 如果有的話那真的會覺得 因為優宇的我有問他 然後優宇他是跟我說 很接近答案但是因為私人因素不方便告訴我答案 你問優宇你問白任意嗎 沒有沒有我是問優宇當然就是優宇這個名字的設定 他那時候是這樣回答 我覺得他說不方便回答 那真的是有可能欸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對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會覺得是一個很美妙的一個安排 對 因為覺得就是老鷹盤旋在基隆 而且他是基隆港外很常見的那樣 對對對 真的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 好 那我沒有玩玩 那一個問題就是在於說 立維他在和玩鄉迷流之際 就那短短那幾秒 他就對建議說幫我照顧優宇 那如果那個迷流可以再更長一點 我會想要對建議說 好難的 謝謝你愛我啊 所以 就說 希望我可以在你懷裡多待一下 哈哈哈哈 還是私心 沒有就會覺得 可以 對啊 如果可以再多迷 我真的會覺得 就是希望那個 再多停留的 那幾秒可以一直維持下去吧 對啊 因為我覺得在那個時候真的是 可能 平常真的都太多的 壓力都太累 我會在想說 會不會也許那個時候 他真的可以得到 就是某種的滿足 也許有這樣的可能性 謝謝 因為最後一張海報 數一二三好 來 來 一二三 欸 唇洋不好調一點嗎 還要是 對不起 對不起 噓 噓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你就是 你覺得 你覺得 立維跟劍 即使沒有在山上 吵架 往後 就是 還是有可能繼續走下去吧 即使沒有那件事 嗯 我覺得 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遲早就是會出現 因為這真的是一個很重要就是 必須去面對的問題 就是永遠會在他們心裡面 對啊 但 我會覺得 就是如果 這個問題 他們 爆發出來 我覺得終究是 呃 立委必須要去面對 建議必須要去面對 我覺得也許他們真的 出現這個問題 然後 大家好好的 一起來面對的話 我覺得 繼續下去 我覺得那會 那會是更好的 謝謝 謝謝 你還有人要分享嗎 謝謝 好 好 我而是我想問說 是 我想問一下就是 嗯 嗯 應該是說立委是用 立委是用 立委是 走了很久 的時間 然後才 去找 就是 建議一起去爬那個第一次的算嗎 如果是我沒有立過 那是什麼樣的契機讓立委決定 就是再去聯絡建議 因為中間應該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聯絡 他也不願意聯絡 他可能要隱藏他的身份 或者是想要維持他的價值 那就是在這一個設定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 就是你在演立委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心態去建立那個感覺 就是我不知道早點當初有沒有問題 好 謝謝問題 當初我自己在想的話 我是從立委的角度 我就會覺得 就是他當然還是做了一個決定 因為我覺得在他平常面對的生活的壓力之下 我覺得他好像他走到了一個點 是他覺得他回顧他這幾年 他到底覺得他這樣繼續走下去 到底他的人生往後到底會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抉擇可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會有 像我自己也會覺得說 那我工作到這邊我還要繼續做這樣子的工作下去嗎 那也許每個人都會有面臨像是要在事業或是怎麼樣 都會有一個轉折點的時候 就是你對你過去 你沒有 對立委來說我覺得他沒有真正的去面對自己 他一直覺得他過得很麻木 那終於有一天他覺得 他這樣子活著跟死了到底有什麼差別的時候 或是說他這個人生也遇到同樣的狀況 那他到底覺得我接下來該怎麼樣 是不是真的給自己一次機會 就讓他做自己 我覺得會 每個人好像都會有一個 那樣子的一個契機 就是讓自己覺得 好 我往後這麼大一段人生 我到底要怎麼過 那我們是不是就徹底的來改變這樣子 好 好 謝謝 因為時間 聽了一時間有限 那 呃純藥還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 喔 真的很感謝大家 因為我真的沒想到 就是已經 過了兩個月 然後我們還可以 這麼多人在這邊 然後 就是一起來分享親愛的訪客 真的很感謝大家 對 那 就是我覺得這個緣分真的很奇妙 就是 這兩個月的親愛的訪客 真的是跟大家一起 然後得到這麼多回想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先大合影 在裡面大合影 好 還是我用我的拍照 你能快樂嗎 在夢裡 一起回家 沒有我 你們會比較輕鬆吧 對 只有我 你們會 比較快樂 謝謝大家 不然我想說 現在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可以啦 我們要吃印尼菜 怎麼樣才能點240塊 好糾結 這個問題 我們好糾結 9點2 點兩個煮菜 可以 可以提供菜單嗎 可以 因為我們蠻想去菜點 可以 可以點八斗牛肉 八斗牛肉 怎麼樣 冰淇淋呢 你什麼口味 雙橙巧克力 雙橙巧克力 應該吃25拍照 今天還可以嗎 我們決定要去菜點 而且要點影帝特餐 對 對 沈華好帥喔 沈華好帥喔 A1個也很帥 пар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eine 謝謝陳耀 謝謝陳耀 辛苦了 辛苦了 好高也很帥 好高高 謝謝 謝謝 好 大家看直播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在夢裡 一起 回家